電話上我們就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在這裏 謝偉俊 大家好 你現在根據《基本法》第73條 想啟動彈劾特首的機制 不如你跟聽眾講解一下73條說了些甚麼 主要就是一個機制有四個步驟 有15位立法會議員聯署 啟動一個動議可以去立法會 然後經過大會 因為是議員的同意需要分數點票 兩方面都鼓了的話 有個議案通過了 就可以將有關的指控交由 中審法院大法官 組一個調查委員會 有關的指控作出調查 如果是認為調查成立的話 就會交關於立法會 而我們都可以按照程序 以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票數通過之後 就不包括中央人民政府 就可以完成這個坦白的程序了 四部曲 難度都相當高 不過看看《基本法》第73條 通常怎樣才會啟動這四部曲的程序呢 就要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 或者屬職 而他又不辭職 你才會啟動這個情況 但是現在議員 議會裏面一直都在說 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案 傳召特首和相關人士一起去搞清楚這件事 說清楚這件事 你會不會是 但是在未去進行這個調查的時候 你就馬上啟動這個 就是說他嚴重違法和續職 你覺得是否快了一點點呢 一方面呢 我們當然有條例的權力去做這個調查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個程序的需時 都是有排查有排脫 恐怕已經做得來已經過了了 而更加重要呢 我覺得現在表面上按傳媒的報導 甚至連特首本身自己的承認呢 他已經確認了某些事實呢 表面上已經構成一個嚴重的獨立行為 而他也是不肯辭職了 已經符合了表面上呢 基本上發出了三條狗的要求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不需要再等呢 就有關的 最起碼那個 譬如說東方花 東海花園的事件 那個時候 由於牽涉到一個發牌的程序呢 是沒有在行會申報呢 這個已經是非常之嚴重的獨立行為 所以我覺得呢 是應該有足夠的理據呢 還有應該立刻呢 是發生了一個憤怒呢 是作出這個程序 即是你覺得呢 游艇 或者是私人飛機呢 是未夠的 但是屋那裡就已經夠了 游艇 私人飛機 我仍然會有一點點所謂 就是疑點利益歸被告呢 那想法呢 都可以讓他勉強解釋到 而且由於也沒有牽涉到一個利益交換的 但是恐怕呢 在這個有關的深圳大屋 深圳大屋的問題上呢 是很嚴重的呢 特別是因為由於是沒有通過 在通過那個審批牌子的時候呢 是沒有經申報的 這個本身是非常嚴重的 那我覺得這個本身已經可以構成 我們現在要求這個 按這個制的 這個應該有的程序 但是現在你有沒有數過票呢 是不是夠15個議員呢 由於我今天開始做這個程序 那也都馬上將有關的要求分析 給所有各黨派 那初步的反應都是積極的 那我覺得就應該有足夠時間呢 在這個3月6日之前呢 有足夠15位議員呢 聯署作出這個這樣的動議 最大排的要12個工作 所以最大是在3月21號的 當日立法會程序上才可以提出這個動議 那是3月6日的日子期 我們需要有15位議員簽署 那不如你有信心15位議員可以簽署到 這個我非常之有信心 那但是因為它是要分組點票 不是你說就是立法會通過分組點票的議員議案 那分組點票過度呢 才可以進行委託法官去調查 那但是全體分組點票通過呢 這個機會是不是很低呢 我相信如果立法會的同事們呢 是真的看出民意了解到出現那個反路的聲音呢 是完全不難呢 是會有這樣的分組點票過這個情緒 就是第二步都過了 那至於當然第三步第四步呢 就要視乎那個調查結果 但是自然我所講呢 其實就算現在我本身承認了的事實呢 也都是非常之多的意見呢 是令到我們已經有足夠的人 由於我現在都不是提出民意法律的問題 因為這個要求又高一些 但是你說如果嚴重了公職行為呢 我相信廣大的視頻都會認同 今次是有這樣的成分在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數一下呢 其實你說有信心15個議員去聯署 可不可以數一下除了你謝偉俊一票之外呢 現在有哪些議員已經承諾是會參與這個聯署的呢 暫時簽了的就有葉劉淑儀啦 亦都通過同事們反應說他會參加簽署 就有梁家劉議員啦 另外理解黃毓民議員和陳毓民都應該會支持的 那至於其他特別是所謂泛民那邊的同事們 相信他們如果真的要充分抵民的話呢 我相信也不會是不簽署的 嗯 即是泛民那邊就暫時一個呢 就都未承諾的 包括民主黨和公民黨 如果你不當的話 黃毓民和陳毓民是民主派那邊的話呢 就談到那邊就有了 但是我相信呢 其他泛民派其實表面上他們都 那個別議員呢 他們是表示願意的 但是由於要談過啦 要整個黨才決定啦 所以他們都不敢作出這個承諾 那你就說覺得呢 權力及特權法案呢 需時就比較久了 但是從公眾的角度呢 如果你引入權力及特權法案 去查這個事件呢 公眾就會更加掌握一個細節 因為所有都在立法會呢 就是公開進行 那如果 就是 就是讓你去 啟動這個 就是熟職的程序 那其實就算真的 我覺得也很困難的 其實全體議員通過 分組投票可以通過到 但是就算過了 其實就是有法官去調查 其實市民反而是蒙在鼓裡 都不知道那個調查是怎樣的 就是我們是沒有那麼掌握一個情況的 是的 首先兩樣程序 是不是互相排斥的 甚至是可以互相補決的 比如說我們當時都相信呢 有些大法官呢 他會在調查的時候 會有一個適當的程序 還有一個公正的調查 然後有關的很個別性 甚至很清晰的指控呢 都有一個決定 這個本身已經足夠了 我們有一個坦白程序的啟動 可能已經滿足了我們很多市民 都要求求特首要下台這個要求而已 主要是是不是想知道個篩子呢 其實你說如果犯案呢 你查一個人是一個條罪 查一百個人是一個條罪 都是一百 當然可以再審查詳細說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需要動用那麼多資源呢 等那麼久才去做呢 還是我們只要證明其中一條罪關鍵的罪呢 已經可以足夠令我們得到有關的效果呢 那即是你會不會支持 其實都是繼續用P&P的 不過是兩者一起進行 是的 因為P&P都要等很久 安排上甚至會審得來 可能三分鐘好像雷曼 我們見到兩三年後都沒有證明過的 那當然呢你可以是 到時如果有催意的話 再做都不是都沒有問題 甚至可能更加每一條細節的罪行 或者每一條指控呢 可以詳細去做 但是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更加快 以及能夠滿足市民的要求 就是說這個很清晰的指控呢 如果能夠馬上啟動這個機制呢 其實是應該可以想一下的 其實我都很好奇 就是譬如對獨職這件事呢 其實你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這個有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定義呢 基本法本身也都沒有界定 也都我們在法律上 都不是一個很清晰的 何謂獨職的定義 但是當然我們理解到呢 其實如果是任何公職人員呢 他們沒有按照他們應該有的公職行為 再要求的任何的操守呢 是處理之館的 不過這次這個 譬如說更大目的事 我相信呢 如果是沒有作出申報 而是有利益衝突的話呢 我相信這個已經很明顯的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如果你純粹當它是沒有利益申報 就已經叫做獨職呢 就好像很嚴重 我想劉皇發啊 那些應該是不是神早死了九世呢 如果這一種已經覺得叫做獨職的話 我就會覺得 因為現在煲胎那些事件 其實無論遊艇也好 私人飛機也好 甚至這個屋子的問題 我覺得都是相當的不適當 但是他做這個行為 跟他的因果關係 跟著他做了些什麼 去益回那個富豪呢 就是那個利益關係呢 其實我覺得是有令人懷疑的 但是他證實說 他是有那個因果關係 因為他收受了這些 跟著他就給某些好處 其實那裡是不足夠 最起碼對於我 我覺得其實那裡 還不是很清晰 說了兩者的關係 所以我就會認為 先是一個調查 然後才可以判定他獨職 我還有一個這樣的看法 所以我們這個申報 就是流氓法之前的事件 跟現在很不同 因為起碼流氓法是自己的事 也沒有一個明顯的 一個因果 像你所說的 一個因果 或者有件事幹 有一個審批 是本來應該申報之後 可能結果不同的 而現在我們由於一日沒有申報 也都有這個利益上的輸送 導致我們很大懷疑 究竟當中有沒有經過一個合庫公義程序 或者是公平的審批程序 這個性質上是很不同的 我亦都不覺得我們需要 真的萬事都要是流口 你這樣啟發所有的 因為我覺得都是公道而已 譬如最近你都捲入了一宗這樣的新聞 好像是否說你有屬校的單位 就被涉嫌經營無牌賓館 你都說其實你是不知道的 譬如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其實尊重究竟你有多大責任 其實都要調查了才知道的 如果現在立即有同事就說 謝偉俊這樣經營這個屬校單位 經營無牌賓館 我就立即啟動立法會一個程序 去遺憾台彈劾這個議員 其實都不公道的 但是我想我那個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一 因為根本就是有些報章的失屬報道 第二 我們都很清晰地解釋了 而是沒有其他事實上的指控 是證明有任何表現上的證據 但是現在這個譬如曾太屋事件 即使我們岸山特首本身 自己親口承認的事實 和一些客觀的事實 包括譬如森批這個牌照的程序 他自己是承認了沒有身份 不不不 因為純粹只是牌照那個沒有批 我就覺得罪去不到是獨職 即是如果他是這樣 嘩 你的影響也很低 如果這樣也不算是獨職的話 因為嚴比玩一個這麼緊 不 它是實現去到獨職很嚴重的 呃 我就不知道你 要些什麼 這個利益申報我們要 我被這個特區政府很多消化了 就算你們議會裡面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事 純粹是利益申報的問題 我覺得獨職應該是嚴重一些 不是 我不是說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是程序上的公義 其實應該是調查了 然後釘死他有罪了 那就去到這個態勢了 阿Lin 現在正正就是我們給一個公道被指控的特首 就是說這個程序本身都是經過一個中審大法官領導下的小組作出職法的調查 結果是一個很清晰很根據性的調查 就不需要好像我們用一個特首的調查 要很多東西拿回來查 到時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指控 包括那些遊艇 飛機 走 或者最新的運動機等等 可能其實都不需要 正如我所講的 我們要證明一個人有一個很重大的罪 犯了一個指控 其實不需要再證明其他一百條 其他指控都已經足夠 我覺得是我暫時來說 是沒有需要 甚至乎我突然足夠性地用這個條文去做你一件事 我相信是很快地回應到市民的訴求 嗯 即是同一時間你亦都會支持權力及特權法案的 當然 如果看過其他很多 march 或者可能其他同事都會再加上其他修改案 是將要加上其他更加嚴重或者更加高我們知道的指控 也都視乎 譬如明天呢 我們有一些答案回來 關於我們的書面質訊 因為這時間的問題 因為Paul 我想問你支持還是不支持權力及特權法案 關於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可能要談到這裏 要去新聞